天佛我们赞美你 在这个美好的早上 我们带这个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 感谢你带领我们这个学期 荣耀的度过 真的领受你的话语 领受你的意向 能够成为先知讲到你的出口 祝你继续来率领我们 特别今天早上 由Michelle跟教育师两位同学 要成为你的话语的出口 你的圣灵来充满他们 你来使用他们来向我们说话 向我们施恩 我们仰望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 我们就先把时间交给Michelle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那首先我们先低头祷告 求为我来跟神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真的是再次来 神的父神面前仰望你 主啊 真正时刻求你来 接近孩子的心怀意念 主啊 真的求你能够来 使用孩子成为你的器皿 真的是求生你 真的是将你自己的真理 来彰显你自己 祷告奉主 Amen 好 那在开始之前呢 还是一样会习惯 做一个自我介绍 因为总是第一次讲到 那但是我这个自我介绍呢 相对的也会跟我今天 所要讲的信息是有关的 那事实上我从小呢 是在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家庭长大 那当然在教会的侍奉上面 一定都是有的 虽然不是很大的侍奉 那所以整个服侍主的心智呢 其实也一直都在我的心里面 那来美国之前呢 我曾经教书十年半 那我常笑我自己说 是在职场上的一个逃兵 那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因为在整个教学环境当中 当时候已经让我最后已经变成 我觉得我是一个双重人格的基督徒 也就是在周末的时候 我要当个很有虔诚的一个基督徒 就是要在服侍 那周间呢 就因为当时的教学环境 又不得不让我变成一个 破口大骂学生的一个老师 所以当时候呢 神也让我真的是体会到 圣经讲的 口里不能寄出怎样 甜水又出苦水 那所以当时候呢 就是神把我最 我觉得我最有自信的一个 师班的侍奉了 就这样拿掉了 所以也就是说 当我唱Role Mi Faso 这个后面呢 它是自动消音的 你很难想象 现在听到我可以这样 用唱歌来侍奉神 以前的情况是这样 所以那时候的我呢 真的是可以讲 用心灵残破不堪来形容 那我这个人的一生 我也觉得说 有很多次的机会 其实都可以讲说 是与死亡来擦身而过 那我就觉得说 神啊 你还存留我的心命 一定有你最好的美意 我觉得神 你要来使用我 所以每当我唱到 有些诗歌的歌词里头说 我愿奉献我一生的时候 我几乎都会是 非常非常的感动与激动 那在过去的这个 整个岁月里头 我真的说实在话 so far我会跟神讲说 我看不到你赐给我 什么任何的特别恩赐 可以好好的让我来服侍你 但是我只有一个心愿 就是说 主啊 不管未来的日子 你还要存留我多少的 岁月生命 我只愿意 为主你来使用 所以这个就是我今天选择来 丰收神学院受装备的原因 好 那在这边呢 开始正路进题之前呢 老师的习惯性就是怎样 会做上个礼拜的一个复习 所以大家应该还记得 Maria姊妹在我们上个礼拜 提到的主题是什么 爱神 对不对 所以她也用到马可福音怎样 12章的30 31两节经文 好 那因为时间关系 我就直接来念 那当时候她也用了一个非常很有的一个特殊的方式 记不记得 把你字变成我 也就是说 我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 爱主我的神 其次也就是说要怎样 爱人如己 那我们都知道怎样 单说爱神 是不够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行动 那这个行动呢 就是她当时引用到怎样 在罗马书12章的第一节 那这个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经节 好 那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请大家翻到罗马书12章1到2节 好 翻到的话我们一起来念 所以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当作是活祭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事奉 乃是理所当然的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查验 何为神的善良 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所以今天事实上我要跟各位分享的主题 就是事奉 那从经文搜索当中 如果你把这两个字把它打进去的时候呢 它会跑出216节的相关经文 都有提到事奉这件事情 那不管他是从正面的或是从负面的 那我所说的正面就是说 佛祥我们一定要侍奉神 神要以色列百姓侍奉他 那有一些负面就是说 事实上这些以色列百姓都是怎样 悖逆的 常常跑去侍奉巴黎 侍奉别神的 那不管怎样 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到 神透过整个圣经在事奉上 对我们有很多的什么 提醒跟教导 好 那什么是事奉呢 一般我们讲到这个时候 都会自然而然问 你在哪个教会聚会啊 然后你的事奉是什么啊 然后我们就会可能说 我是做长老的 我是做执事的 那或者是说 我会带查经 我会施情 我会带敬拜赞美 等等这些 那其实这些呢 都只是因为教会事工上面的需要 也就是在对人的服事上面的需要 跟植物上的划分 所产生的一些事工的名称跟称谓 那我们要认清说 我们今天讲到事奉 当然有一个被事奉的对象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位真神 那整个整本圣经都一直在提 我们要去事奉神 那当然事奉的人就是谁 我们 那在旧约里头提到了有祭师 这个祭师是怎样 是在会幕当中敬拜神的 当然也会代替百姓怎样 将祭物来献给神 那新约当中 彼得前书二章九节 有提到我们都是什么 君尊的祭师 所以当然我们现在就是 我们要去做事奉神的人 好 那所以我用很简短的一句话 来定义做这个事奉 也就是说 神的儿女呢 要透过各种服事人的事工 来事奉神 当然这也包括 我们所拥有的什么 金钱 时间 跟才干 好 那为什么我们要来侍奉 那我就会先反问各位一句话 你觉得神真的需要我们侍奉吗 那从罗马书 你如果还保持在这个章节里头 你往前稍微看一下 十一章的三十六节 他那边提到说 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 以告他 也归于他 甚至在四篇五十篇里头 也曾经提到说 所有的东西事实上都是什么 都是属于神的 甚至他在第五十篇的第十二节里头 有提到说 他说 我若是饥渴 我不用告诉你 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 都是我的 那其中他也有提到 就是说在启示录里头也有提到说 事实上在整个宝座的周围 都有许多的什么 天使的声音 那他们的数目有多少 他说千千万万 所以从这些经文来看怎样 神有没有一定要我们侍奉 好像不一定要啊 因为其实神 他说 所有的一切都是什么 属于神的 那好像看起来是说 我们要怎样 神要我们拿着神的东西来献给神 有点是这个味道 对不对 那他也讲到说 事实上 他也有这么多天使 在服侍他 所以看起来好像是 我们为什么要侍奉他 还需要我们吗 但是神一直在强调 我们要侍奉他 是因为他想要我们能够参与 在他的荣耀里头 然后在侍奉上 能够更加来认识神 然后更认识神永恒的计划 在西伯来书12章28节里头 有提到说 所以我们既得了那不能震动的国 就当感恩 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 所以侍奉神是我们理所当然所应该要做的 那从启示录里头 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未来的天上我们还是要再继续服侍奉神的 所以现在我们在地上侍奉 可以说是怎样 为了将来在天上的侍奉而预备的 好 那如何来侍奉呢 那我今天就要记有这两节经文 就是罗马书这边所提到的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那这边讲说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那在新一本就把它翻成说 要把身体献上 做圣洁而蒙神悦纳的活祭 好 其中这个身体这两个字在原文呢 它不是单数 它是用负数 那也就是指怎样 我们每一个属于神的儿女 都要将自己的身体来献上 好 那事实上保罗在这个十二章的地方 如果你往下去看 其实都可以看见 当时候的弟兄姐妹在侍奉上 可能在态度上就已经出了问题 所以当时候的保罗就会用这样的一个章节 甚至提到说 我们都同为是一个生子 只是不同的肢体 来劝勉当时候的这些弟兄姐妹 能够按着神给个人的恩赐本分来侍奉主 那将身体献上就是要献给神 所以你要很清楚的知道 就像我刚刚讲的十一章的三十六节提到 万有是本于他 依靠他 也归于他 所以呢 当然就包括怎样 我们要所拥有的这些 我们讲的侍奉他的各样的恩赐与能力 所以事实上神也透过整本圣经 一直在教导我们怎么来侍奉他 所以记住他是所有侍奉的根本跟源头 然后在亚各书一章十七节也提到说 各样美善的恩赐 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怎样 从上头来的 都是从重光致富那里来的 那撒加利亚书四章六节也提到说 万君之耶和华说怎样 不是倚靠怎样 势力也不是倚靠才能 乃是倚靠主的灵怎样 才方能成事的 所以呢 这边我要提醒的就是说 我们今天所做的每件事奉呢 神并不是要我们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或方法来事奉 因为其实神是要 神自己来荣耀他自己的 我们只不过是器皿 所以他要我们是靠着主的灵 和他一切所赐的恩赐来侍奉他的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在侍奉的上面 怎样 高举自己 然后窃取神的荣耀 好 第二个我要提的就是说 他在这里所提的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其实你要是把它阅读的时候 你会发现 神提到说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师 但是神在这里更强调的是怎样 他希望我们当成一个什么 祭物 祭物来献给他 所以呢 我们都知道 以前的祭物是死的 也就是说你只能献一次 但是这边神强调的是活祭 也就是活的祭物 也就是我们要可以重复的献 重复的烧 那所以对我们来讲 这个活祭也就是我们要成为一个活出有见证 有耶稣基督香气的人 那这所有的目的是为了 就是要成就那种合一的一个事奉 我们不能说我们每个人都来当眼睛 都来当嘴巴 因为这样子的话 怎么成就那个服事 所以唯有自己将自己献上 那我们才能够真的完全放掉那个自我 来承认主的主权 才能够尊主为大 然后我们才能够谦卑顺服下来 怎样成为神的器皿 那这个就是一个祭物了 那这所有的一切 我们就是怎样 为了要讨神喜悦的一种侍奉 那其中他里头就有提到说怎样 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一更新而变化 然后查验何为神的善良 存全可喜悦的旨意 然后我把它想成这是有一个三个点 那你从这个三个点来看的时候 你又更体会到说 神为什么强调是活祭 因为只有活的人才会怎样 心意更新而变化 死的话怎么去心意更新而变化 好 所以我觉得说这三个点对我来讲 它就像一个借着侍奉的一个循环 一个螺旋式的一个循环在旋转着 也就是说你要不断的就是透过明了神的心意 然后从福士章东去明了神的心意是什么 然后渐渐除去我们去随从世界的这种 一些罪性的一个心思意念 然后让我们就说我们应该回归到 神的一个真正的心意里头来 所以它是一个好像旋转式的 那其中我要针对第一个 就是说我们讲的不要效法世界 简单来讲就怎样 我们不要用人的方式来侍奉神 因为用人的方式侍奉神 你很容易就会落入怎样 我只为了得名声地位权力为奖赏的一个侍奉心态 同样我们也常常会用这些来评断一个侍奉的价值 那我很喜欢那个耶稣在 就是夸赞那个只限了两个银钱的妇女 他因为按照人的一个眼光 总觉得那个有钱丢财主丢一堆钱的那个 是反了怎样 好像是爱主多的 但事实上神的心意并不是如此 对不对 重要的神是看我们的内心 所以他夸赞这个妇人 他所献的已经是他养生的一切 甚至到我们都知道以后有些人很喜欢高的地位 去参加宴席被请到高 坐在上位的 那他就是身份比较高 很喜欢这种感觉 那甚至有些人是故意站在怎样 入口上面祷告 好像使人看见 就是为了得了是怎样 人的一个夸赞而已 好 那所以有些人呢 他也很容易落入说 我们会按着属灵的恩赐 来判断人属灵生命的一个高低 有些人会觉得在教会服事才叫做侍奉 那甚至说会讲道的 会弹琴 会怎么样的服事 可能带茶经带主日学 这些人的恩赐都比较大 所以比较属灵 我想这些都不是神的心意 按事工来分类 确实他们有分别 但是侍奉上面事实上是无 没有大小之分 因为主是那个侍奉的源头 所以更没有属灵层次的高低之分 那我也很喜欢这个 圣经当中的比喻 就是神按个人的才干 对不对 用五千两 两千两 一千两的来给人 那有人就会以为说 神给这个人多 那这个人就高人一等 你别忘了 神多给的 神也会像他怎样 多收 所以重要的不是说我拿多少 而是说 我是不是能够成为一个 让主夸奖的一个 忠心良善的仆人呢 所以呢 这些所有的 其实神都一再强调 我们要把这些随从世俗的一个方式 来侍奉他的一个理念 要转变过来 借着心意的更新来改变过来 为了我们是要重要 是要讨神的喜悦 来能够蒙神来悦纳 所以神也提在 以弗所书六章六到七节 他说 不要只是做眼情的侍奉 像是讨人喜欢 最主要是我们要甘心侍奉 好向服侍主 不向服侍人 他也甚至强调说 我们坐在一个最小的一个弟兄身上 事实上就坐在什么 主的一个身上了 所以切记 神看重人 更看重于事工 我们侍奉的对象 不是事工 因为这样很容易落入事工导向 也或者呢 只会只想要得着人称赞的 一种虚假的一个侍奉 所以这就是神提醒我们 不要落入那种世俗的 不讨神喜悦的想法 我们都要把它改变过来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才能够去查验出 什么是神的善良 存全可喜悦的旨意 那其实 什么是神善良 存全可喜悦的旨意 简单来讲 他希望我们就是要有能够 做合一的侍奉 就如我刚刚讲的 我们不可以每个人都做眼睛 或做嘴巴 我们要成就那合一的侍奉 甚至我们要做到 与神同行 与神同工 唯有这样子的话呢 才能够完成神 所托付给我们的大使命 那其中我要分享 在弥加书六章七到八节里头 耶和华其喜悦千千的公养 或是万万的游和吗 世人 耶和华以指示你何为善 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 只要你行公义 好怜悯 纯谦卑的心 与你的神同行 所以唯有我们将自己 献上当作活迹 这样完全地降服在 神的权柄底下 你才能够有办法 跟神是怎样同行的 然后才能够比较更明了 神你的心意到底是什么 我们当如何做 才能够更加的讨你喜悦 所以我们的侍奉 不要单单只是落在弟兄姊妹的身上 因为既然大使命是他给我们的 你要去使万民做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所以呢 我们的侍奉不是单单落在这些弟兄姊妹身上 乃是在每一个我们所接触的人的身上 甚至是那些我们认为不可爱的人 甚至是我们的仇敌 好 所以从头到尾你听到我讲的侍奉 你觉得这侍奉简单吗 可能对人 有些人可能是觉得简单 那圣经当中的很多的人物的例子里头呢 其实这些人都已经都是 将自己当成国籍 献上的一些例子 那其中我最想要提的是 耶稣的母亲玛利亚 那为什么我想要提她呢 因为我觉得 当天使对她说 蒙大恩的女子 蒙大恩的女子 可是我们都知道她所身负的一个重责大恩 那当时候以她的当时候的景况来讲 她是可能要面对的未婚生子 可能要面对怎样 被修 然后可能要会面对被石头打死的一些惨况 但是当时候的玛利亚只说了一句 我心尊主伟大 所以她是真的是一个全然的一个顺服献上她自己 那当然主耶稣也是我们最好的一个最佳榜样的 因为她原本是神的爱子 对不对 但是却成了世人的挽回计 只为了能够将我们领路怎样 进入与神和好的关系里头 好 那所以我用一个很简单的一种比喻方式 就是说 如果神是一位画家 你我愿意成为那块画布 任由他在我们的这块画布上做画 而且你愿意相信说 他能够为我们画上生命美丽的色彩吗 如果神是一位陶匠 那你我愿意会成为那块陶土 由他来捏缩我们 好使我们成为他的一件有荣耀生命的器皿吗 如果他是一个作曲家 那你我愿意成为那个音符 让他怎样 为我们谱出悦耳动听的生命乐章吗 所以其实真的是 为什么保罗在一开始 这个罗马福音十二章第一节的时候 就一开始提到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所以保罗实在是知道 他所劝勉的是 如果不是出于人的甘心乐意 你就会发现是做不来的 就算做的也是很出于勉强的 荣不荣耀神 不荣耀 所以在这边我也会提到一个 陈中道牧师 他在恩赐与侍奉岗位当中有提到 他说如果有人以为他一定要先知道 自己有什么样的恩赐 才肯投入教会的侍奉 或者是认为说自己怀才不遇 不满于现有岗位的人 他说这些人大部分都是怎样 只凭着自己的兴趣选择自己喜欢的一个位置 谈不上所谓的侍奉 那有些人甚至虚度了一生 始终没有被神真正使用 只因为他们不肯把自己 真的摆在十字架上的一个祭坛上 也就是罗马书这边所提的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所以我就接着 我是来反思我自己 当我正在用哀痛的心跟神呐喊说 主啊 求你将你的恩赐来赐给我 好让我来服侍你的时候呢 神就光照我的心 他说事实上我一直在给你机会来侍奉我 我不断地将很多的人事物摆在你们面前 他光照我 尤其是我以前教过的那些学生 他说我已经摆在你们面前 那你真的为我好好服侍过那些人吗 你是否真的成为一个可以见证我的活计 那是否在每一件事情上面 都是像是为主做的呢 所以是不是当时候的学生 可以从我的身上有看出说主来呢 所以当我在教会高举双手说 唱着主我爱你的时候 我如果如果继续用我的私欲情感 思想行为 在面对教会外的这些人事物的时候 我只能说主啊我不配说我爱你 我要侍奉你 所以你会发现神 在我们没有学好的功课呢 你会发现你怎么逃也逃不掉 就算我从台湾逃到美国来了 他还是要我继续面对这样的功课 所以我要感谢神说 他再次让我现在也有一些教学的机会 所以我现在只有一件事 就是求神帮助我 真的是完全地献上我自己成为一个活迹 好好去侍奉那一群 他现在摆在我周围的生命当中的每一个人 然后让我真的是能够是圣洁的 是讨他所喜悦的 愿神祝福大家 在大概十几年前 我相信大家也看过一系列电影 Indiana Jones 它是一系列电影 那就是描写 他们每次都在追逐一个 按着一些hint 一些像Riddle一样 他去然后找到一些东西 他就去追逐他那个想要找的东西 那在这一集里面 这个主角Harrison Ford 他就是要去找一个杯子 可以盛水 让那个水是 喝了可以长生不老的一个水 那在这个局里面 他到最后 Follow到一个洞里面去 但是要到最后 他能够去找的杯子之前 有一个万丈深渊 那这万丈深渊没有桥 那但是就说 按照他的那个Riddle 他是想说 你要踏出那一步 但是你看过去 没有桥的话 你要踏出那一步 那是很让人胆战心惊 这件事情 但是他最后 他就是凭着信心 就踏出那一步 当他踏出那一步的时候 那个一个有形的桥就出现了 所以 有的时候在我们人生中 我们的确是要 凭着信心踏出一步的时候 你就看到四行就成就 这就是我们谈 我今天要谈的一个信心 要 反正我们当 我们每次谈到信心的时候 我们会想到哪一段经节 希伯来书 十一章一节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力 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好 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做祷告 这只耶稣我们满心感谢了来到你面前 因为你为我们 就是创始成终 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 这只耶稣我们也真是来面前 我们求信心 因为我们相信 我们凡事是凭着信心 不是凭着眼睛 但是我们也常在这个挑战的世代中 我们信心不足 愿你就是家庭我们 也让我们今天在这边学习信心的功课 也说愿你自己保守孩子的口 让孩子的口成为一个你自己的管道 来祝福我们在底下的时间 让我们所讲的所听的 我们都能够受到造就 谢谢你 与我们同在 奉耶稣基督民祷告 信心是什么呢 就是像我们刚才讲这个 基督来书十一章第一节也讲 对我们所盼望的事 我们会笃信不疑 那我们还没有看见的事情 就会十分的确信 从另外一角度来看 这信心就好像是我们的一个 所有权重 那我们所盼望的是 我相信他至终就是我的 那从一个白话来讲话 就是说你还没有看见你就相信 这就是信心 那我们从圣经上面看一些例子 第一个挪亚 挪亚神要他照方舟的时候 天上有没有乌云木一步 我们不晓得 但是好像是没有 没有那种下大雨 那种洪水的那种征兆 但是神要他照个方舟 这个方舟照多久 一百二十年左右 你想想看在一百二十年 你在那边苦哈哈 在那边照 一般人在那边 在那边 很高兴在那边嬉笑的时候 他受到很多的 因为这是一个很不合常理的事情 在那边大好的天气 没有任何反水 洪水的征兆的时候 他照一个方舟 照一个大小船 旁边人对他是用什么 冷眼 爷笑 所以对他来讲 是一个做一件很不合理的事情 但是怎样 他是凭着信心 顺服 来照神的心意来照这个方舟 这是一个信心 第二个我们就看 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神呼召他的时候 要他出本家本族 他遵命出去 圣经上怎么讲 他出来的时候 他到哪里去他都不晓得 那 最后他在信心 在纯熟的时候 神要他把他 唯一的孩子 他最辛亥的孩子 献上去 当神当这样子 试验他的时候 他已经信心 已经到非常纯熟的时候 他就顺心的 你再怎么成熟 你心里也是很难过 等了那么久的一个盒子 而且是唯一的 我最心爱的 你要我献上给你 对亚伯拉罕那个时候 心情 心中的苦 我相信是 我们为人父的都可以体会 但他是凭着信心 他遵从顺服神 那 其实信心跟顺服之间 是有非常大的关联 我们当我们走信心道路的时候 常常从世人的角度来看 是有很多不合情理的事情 你会心中会悲 你小这件事情这样做 好像不是很合理 心里总觉得不安 但是当我们顺服的时候 就发现 事情就成就 所以信心跟 信心跟顺服之间 是有一个很大的相关的关系 那为什么 为什么要有信心 我们从三个观点来看 第一个 人非有信 就不得得神的喜悦 的确 我们要得到神的喜悦 你必须要有信心 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 圣经上面有两道 通过小信的人 小信的人是神所不喜悦的 那在马太福音 十四章讲说 耶稣在水面行走 当时门徒看到什么 会很害怕 那彼得呢 就问主说 如果是你就请你叫 从水面上走过去 那耶稣也回应说 来吧 彼得也是走了一段 但是后来怎样 彼得看到了旁边的风荡 蜡荡 浪荡 所以他就开始害怕 你害怕怎样 他就下沉 那当耶稣就拉他一把 就拉把 拉把以后 耶稣说什么 你是小信的人 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例子 百夫长的例子 在马太福音第八章 提到 他的一个百夫长 他的仆人患病 要请耶稣去治他 那时候耶稣很忙 那百夫长说什么 百夫长说 只要你一句话 我的仆人就好了 他小的说 他相信耶稣有那样的权柄 耶稣是有那样的能力 他说你人不见得要来了 你只要你 讲一句话 我的仆人就好了 所以耶稣看到他 百夫长有这么一个信心 所以他就很稀奇 就对他跟从的人说 你这么大的信心 就在连以色列中 也很难找到 这就是神所喜悦的一种信心 第二个 因为我们行事为人 是凭着信心 不是凭着眼见 我们中国人常讲什么 要眼见为凭 你说什么都不算 我要看到了我就相信 这是我们中国人 常常会 词的一个理论 那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决定 也是常常按照 我们眼看的环境 周围的环境的影响 想想看过去这段时间 股票市场 我们人心是不是常常 随着股票的上下 跟着我们的心也上下 摇动 所以 我们的信心 常常会受到 我们的环境的影响 就刚才我们提到的 比勒在水上行走水 一看到 风大浪大的时候 他也会害怕 曾经有一个笑话说 有一个妈妈要带这个小孩子 要出去玩 那结果 他看到外面 那个时候出去的时候 外面云层很厚 乌云密布 他就带孩子说 我们来做个祷告 求神示给我们好天气 不要下雨 给我们好天气 然后接着说 宣告说 神是垂听祷告的神 祷告就是说 神是垂听祷告 他一定垂听我们祷告 祷告完以后 他说 小宝 拿去带拔伞 我们走 所以他虽然报告 可是他心还是看 乌云密布 我还是带拔伞好了 所以 我们提常常就是 我们的信心 跟我们的眼见 是会 常常是相排斥 但很可惜 我们今天我们 我们信徒常常就是 活在这种 中间摇摆 第三个 你若信 就必看见神的荣耀 我们基督徒常常 这一生祷告常常就说 主啊 让我看到你的荣耀 让我看到你的荣耀 但神的确在这边 很清楚的 清楚的应许 你若信 就必看 必看见神的荣耀 我们也常常跟人家讲说 你的信心有多大 你对神的信心有多大 你的神就有多大 是不是 这可以写照说 你当你 你对神的信心越大的时候 你就看到神 在你生命中 更大的工作 你记得耶稣在地上 医病赶鬼的时候 常常对那些人讲什么 因为你的信 你是病得医治 那以色列在过红海的时候 也是因着信 他过红海 就如同如干地 那以色列人还什么 他们在因着信 他们在绕 耶利哥城 绕七回的时候 他因着信 绕七回 城墙就倒了 所以当我们神的百姓 单纯的信靠顺服的时候 我们真的就是像 神的应许一样 我们可以见到神的荣耀 见到神的大名 接着我们来看 我们要如何培养我们的信心 我们的信心是神所示的 就是刚才 在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讲到 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中的耶稣 所以耶稣是我们的信心的创始者 那耶稣也是我们信心的成中者 他让我们的信心可以完美 我们来看 当我们每次谈到信心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提到 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的信心也是真假 他并不是一出称 就是一个信心之父 他在一开始的时候 也是经过一些 一段年的操练 让他信心成熟 所以信心是可以增加的 可以培养的 那怎么样 第一个 要研读神的话语 神常常是借着 他的话语来显示他自己 所以当我们借着读他的话语的时候 我们可以让我们 更认识这位 我们看不到 摸不着的一个神 我们常常讲说 信心 神是爱 神是信实的 神是无所不能的 当我们去从 在读神的话语 在了解这些的时候 客观去了解的时候 再加上我们主观的 去经历的时候 我经历到 神是真是爱的 神真的就是 神真的就是 无所不能 神是信实的 当我去客观认识 再加上主观去经历的时候 我们的信心就会被提升起来 第二个 抓住神的应许 应用在生活中 工作中 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节讲说 神的应许 不论有多少 在基督里都是试的 我们相信 神的应许都是真的 都是真的 约翰福音这个 十四章二十一节讲 有了我命令又遵守 这人就是爱我 爱我的并蒙父爱他 我也要爱他 必须向他显现 所以我们每位基督徒 很希望说 我们的耶稣 我们的父神 向我们显现 让我们信心大增 那其实当我们去遵守 他的话语 遵守他的话语 抓住他的应许的时候 神就会让我们 经历他的真实 那其实我自己一个 我有很多的经历 其中一个最过去的 所以十一奉献 十一奉献 上面 其实 我刚信主 我是二十三年前信主 我刚 那刚开始我也晓得 基督徒到教会要奉献 但是奉献真谛 我并不是很清楚 所以刚开始 我奉献的时候 我头 人家都拿一个basket 传过来 传到我面前的时候 我拿开取出去 我还可以找钱回来 但是 我就是那样子过了 但是后来 慢慢就开始晓得说 十一奉献的真谛 因为我会拿钱回来 是因为我对 没有安全感 信心不够 但是中央有一天 我开始 有一天 试试看 十一奉献 圣经上讲说 神是不可以试验 但是唯一可以试试 他的就是十一奉献 我就开始做 做几次以后 我一段时间我就发现 我的钱没有少 神给我的是够我用 所以那对我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激励 所以 就是说我要抓着 神的应许 去操练的时候 神就让我 经历了他的信心 那还有别的见证 我就不再提了 再来 祷告 信心是可以求的 而且这是一个 会让 是神所喜悦的 一个祈求 马可福音九章二十节 讲说 那个孩子 他带着一个患病 一个被鬼附着的 耶稣对他 讲说你相信吗 你在信的话 凡事都可以 那孩子的父亲就说 我信 但我信不足 求主帮助 神所以会在我们祈求中 让我们经历他的存在 提升我们的信心 参与圣灵充满的聚会 我是从一个 我是从一个 传统教会 很保守教会出来的 那 后来我有机会参加 圣灵充满的聚会 约伯书那边讲说 我过去风文有你 今日亲眼见你 那就是我的一个写照 我在聚会中 我被神触摸 我回来就讲说 哇 God is real 那个对我来讲 是一个非常非常 dramatic的改变 我的神的信 我对神的信 就被jump起来 因为我过去 我只在圣经上面 去了解 神是什么 但是我真的经历到 他的真实的存在 那我今天就没有办法 再讲太多 那不断地操练 我们信心是要操练 就像脆肌肉一样 你肌肉是越 肌肉是越劝的话 越锻炼的话 你就越有那个 就越有那个强壮 我们信心也是一样 你不断去操练你的信心 对神的信心越操练 你的信心就会被比较大 其实亚伯拉罕 我们刚才看到 亚伯拉罕在 整个信心过程中 他的成长 他一开始会怕 怕死 所以欺骗 欺骗 然后他也不相信 神给他允许 虽然给他允许 说你要一个孩子 你要做万国之父 但是他还是会 纳妾 他等不着 纳妾生子 他也不相信 他九十岁的杀赖 他的妻子会 还生小孩子 在过程中 一知道 他也相信 在人不能 在神凡事都能 他学会顺服 顺服到最后 他愿意将他 独生的一个孩子 献给神 这是他到信心的巅峰的时候 所以我们的信心 真的就是在 不断操练 被神的磨练 去信靠神 顺服 你会成长起来 那今天就是 我们提到说 我们需要 我们需要 有信心 才能得到 神的喜悦 我们在信心中 我们才能够 经历神的 荣耀 今天我们 愿不愿意 在这方面去 那我们如果 愿意经历的话 我们真的就是 抓着神的应许 不断地朝脸 向寸了我们的肌肉 让我们能够 对神的信心 能够被build up 好 感谢神 我今天 非常地感谢神 今天两篇的信息 一个侍奉 Michelle所分享的 教育师所分享的信心 可以说都是 很有关联的 那么感谢神 特别 我们先看一下 Michelle的分享 他前面的自我介绍 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introduction 然后他就提到 什么是侍奉 特别他讲到 侍奉不等于侍奉 我们侍奉 是真的是 坐在主的身上 那么要成为一个 侍奉的人 一个祭司 然后他就提到 为什么要侍奉 他就用罗马书 这个十二章 这个当张身体献上 那么他最后 发最多的时间 就提到如何侍奉 他的讲章里面 是提了很多点 但是他在讲的时候 可能也觉得 不会是那么的多 那么的清楚 但是最少 他提到侍奉的能力 这个能力是从神来的 那么他提到 要做祭物 成为活祭 他很好的亮光 这个祭物是实的 所以我们要舍己 要放下自己 这样来侍奉 然后他也提到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不要用世界的方法 不要用人的方法 讨人的喜欢 那么千万不要 印着人的恩赐高低 来评论人 这都是世界的方法 也不要看事工的大小 来评论人 成为一个事工的导向 所以非常丰富的奖章 结构也很清楚 外号 是非常好 那么就是发现 他里面的 有些点呢 好像不够深入的说明 不知道大家的感觉 就是或许因为 他内容实在太丰富了 假如他能够 把他原来的奖章 都讲出来的话 单单侍奉的 这个态度方法原则呢 就有这个四大点 然后第四大点下面 是讨神的喜悦的事奉 又有另外的三大点 那么 所以 其实可以再修改一下 不要太复杂 特别你最后 那个如何事奉 或许就讲到 事奉的能力 然后你就可以提到 事奉 这个 做祭物的事奉 然后可以提到 讨神喜悦的事奉 那就 在 第四点就可以提到说 这个 按着神的旨意 来事奉 就不要分得太多小点 好 那另外 教育师的分享 很好 他前面用一个 Indiana Jones的电影 来做一个 introduction 而且非常贴切 讲到 他要过这个深渊 要凭着信心 一踏出去 瞧着出现了 所以跟他的主题 非常的配合 然后他提到 什么是信心 然后他就 举了罗亚的例子 亚伯拉罕的例子 然后他就提到 为什么 要信 他就用了 希伯来书 11章的六节 要讨神的喜悦 他也举了 这个彼得 这个做了小心的人 没有信心 被主执备 但是相反的 白夫长 他有信心 信主的权柄 信主的话语 所以 神夸张他 那么 为什么有信心 因为他就举了 第二个原因 在零后第五章 因为我们 做事要凭着信心 不凭着眼见 然后第三大点 他就提到 若能信 就能够看见 神的荣耀 我想这是一个 很strong的point 他用了 约翰福音11章 然后就 讲到 耶稣医治病人 常常提到 照着你的信心 来成就 然后他也举了 以色列 他们凭着信心 来咬耶利哥城 等等 所以非常好的 一些亮光 然后到最后 如何栽培 我们的信心 他就提了 五个具体的方法 第一 要研读神的话语 从圣经里面 看到 客观的认识神 然后再成为 我们主观的经历 能够经历神 神的话 能够建立我们的信心 第二 抓住神的应许 第三 祷告 就像这个 父亲一样 像主耶稣祷告 我信不足 求主 能够帮助 第四 他个人的经历 被圣灵充满 经历神的真实 跟大能 然后第五 他就提到 要不断操练 我们的信心 work out 所以非常好的 两篇奖章的结构 都非常清楚 所以看看我们同学 有什么的回应 两位的同学 一个讲 侍奉 一个讲信心 我们还有大概 七八分钟 ok 我们就到 到这个 我会很快地讲一下 台上在讲到 我们底下在听到 你觉得我们听到 有一个很重要的 听到结果是 这个讲人口才很好 内容很好 讲得非常好 可惜跟我的手续要无关 还是说 这个不管他讲什么 这边是神 透过这个人要跟我讲话 哪一个都有重要 今天我觉得这两位讲得特别 Michelle这一篇是神 透过他跟我讲的话 所以我觉得 我们能够做到这个境界 是非常好 让不管讲算什么 是神 透过他们跟我们讲话 感谢神 很好 能够领受到神的瑞玛 最重要 感谢神 Aaron 有没有什么 response 实际上他们 两位今天讲的 对我帮助很大 就是 谢谢他们 所以能够让 人得到造就 我觉得最重要的 我看到Michelle 真的是很不错 他所有的好处 大概我们 刚刚王牧师也讲过 我觉得最难能可贵的是 我们只不过是 神学生的课程而已 但是Michelle 尊重这个讲道的 这件事情 他尊重了自己 也尊重了神 更尊重了 我们每一个在座的学生 谢谢Michelle 对 很好 真的 Michelle的讲道是 非常丰富的 看到他花了很多时间预备 Michelle 确实是花很多时间 很用心地一直在准备 所以我觉得他讲的真的很棒 第一次讲到这个程度 后来也越讲越自然了 越讲越能够 就是眼睛能够看到我们台下 那就是如果骨 就是鸡蛋里面挑骨头 就是眼睛是不够自然看我们 这第一次都是难免的 然后刚才院长讲就是他的内容真的是太丰富太多 也没有办法很深入 那教医师我觉得真的讲得很好 开头的时候因为电脑的问题 但是他仍然是那么淡定 就是他就是一个很有经验的 然后他讲的也是条理非常清晰 一直面带笑容 就是好像他自己是经历过这个信心的 我觉得讲得很好 那影言也是非常贴切 也能入胜 那第三点可能是因为时间的关系 他就只能讲大干了 没有办法深入 很好 非常好 好 还有没有其他补充的 好 小文来 分享一下 其实我今天从这两位讲员身上 看到他的personality 我觉得Michelle本身就是一个老师的一个训练 所以他的恩赐就在讲道 讲道是有点像证论发表一样 有点像选举人的证论发表 很多的条文要我们怎么做 就给我们一些rules 概来这样子 那我觉得教医师他人就是这个样 他很有他的pace 他会把你讲的 就讲到跟你是连结在一起的 虽然他有他的pace 但是讲的就每一句话都是 让你知道说 哦 他就跟你说话 对 很好 所以我们讲到其实最重要 最难学的一点就是 能够对于做会有的心在说话 要是最难 所以我们 ficar下飞的心 你说这样就 ROBERT